日前,在广西柳州市三江洞足自治县灵溪镇灌栋村 身着绿色救援服的女子义务消防员石海菊 正与其他三名队友进行水枪灭火操练 尽管他们平均年龄已有近40岁 但依旧剑步如飞 从接水带到数十米高的水珠喷出 时间不足一分钟 在超35度的高温下 经过数十分钟的操练 穿着全套防火装备的队员们都大汗淋漓 这从2006年 我们开展的百代院 一直就有这个防火 消防员了 那时候就开始培训我们的消防员 一个礼拜 操作检查消防 消防这一块 那水有没有水啊 还有那个有没有上售啊 石海菊和队长吴冰群等村民 平时是忙活农士 相夫教子的农村妇女 一旦发生火灾 便成为保护冻寨 消防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这是一支由冻族妇女 组成的志愿消防队 也是柳州市首支村寨女子志愿消防队 三江县民族风情浓郁 独特的木结构古民居 是这里珍贵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 然而在这风光秀丽的背后 却隐藏着火烧连营的巨大隐患 许多村民因火灾频发而一夜返平 村债防火工作成为名声关键 吴冰群回忆 此前发生的一次火灾中 因为村民不熟悉消防设施 在救援时操作不当 导致消防水袋破裂 错过最佳的灭火时间 最终20多户房子被烧 纳江大火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来 是全载上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到古罗里面 开个会 都说我们的消防要加长了 要成立几个小组 这个小组成立了以后 我们要每个月 要来演练 还是要培训那些还没有 还不费用的 也要培训一半 是的 有的时候不是个个都在家的 有时候也要出去 随时都要有人换 去搬 而灌小屯距离县城有34公里 系贵西北13个村寨火灾 整治试点示范工程建设项目之一 一旦发生火灾 都要依靠县城的消防力量 有时会因为距离 而一物最佳的救援时机 因此组建一支 符合该屯规模的志愿消防队 一直是相关部门和当地民众的期盼 但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 造成村屯人员流动性大 常年留守屯里的多位妇女 老人和儿童 给支援消防队的成立 带来不小的困难 就在犯难的时候 村里的动族妇女 用自己的行动 担起消防安全的重任 为我们村里面的安全 我也为自己 就是为大家 自己一个女的 怎么会做这种 这种消防 应该是难的做 有一次就县里面来的 就培训我们 妇女的也可以参加 所以我也想 这个也是对自己有用的 也是不要对说 对国家 就是对我们村里面 也有帮助 所以我就参与了 也没有希望是有工资的 补助什么的 在日常消防工作中 女子义务消防队 主要承担 寻债 罕债和防火宣传任务 在培养消防队的同时 当地相关部门 也积极投入资金 建起能够提供 足够水压的高位水池 遍布村寨的消防管道 和消防栓 配备首台机动泵 等诸多消防设施 成立的12年间 这支队伍 以排查整改隐患1500余处 参与铺救火灾200余次 为村寨筑起一道 坚固的防火墙 成为洞寨里 名副其实的消防 金国英雄